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高科技 每年光维护费用甚至都高达200万英镑 其实这泳池里的水就是海水哦 但却是比大海里的天然海水更干净的海水 原来泳池里有一套电脑控制的抽水系统和过滤系统 池水是从旁边的大海中抽取的海水过滤而来 所以这一大汪池水看起来会更加清澈透明 如此干净但却没有任何化学药剂 泳池里的抽水系统是不间断运转的 为了保证池水与海水的正向循环 池水是流动的最终会回流到大海 这样做是不是非常环保呢 这完全就是一座纯天然生态游泳池啊 除此之外为了使所有的游客不许此行 都能够尽情享受到这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泳池里还配备了一套最先进的恒温系统 可以将水温始终保持在26摄氏度 哇是不是很想通通快快的游上几天呢 这么大的游泳池如果只游泳那就太浪费了 这里还可以划船潜水和水上摩托车 如果再造点浪那可真就跟大海一样了 也许你会有一种不解 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去单独建造一个游泳池呢 直接在大海里游泳不好吗 其实啊这片海域是有鲨鱼出没的 而且海水也不是很干净水温也比较低 这样的情况会令很多游客望海星探 来度假的兴致难免会大打折扣 说了这么多天都已经黑了 每当夜幕降临这大池子更加唯美动人 你难道不想一头扎进去吗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